我没玩过 唐道仁啊 这个人类一败涂地啊 这种的这都还行 帝国时代我也没玩过 我没玩过帝国时代 我就玩个红色警戒 这艾克可 可 这艾克可亏死了 兄弟啊 咱别让我扛啊 你让我扛我多不合适 你说你打野你不扛 你让我扛 我可太难了 艾克前期要是玩成这样的 包女让野区 让野区优势这么大的话 他就有点亏了 写美是有点 要议我议不到的 这还没玩了呢 这还设不上呢 华操他攻击速度比我快一点 哎呦 要这二级对拼这么猛 我天呦 这英雄好像有点厉害呀 我得来个多蓝剑了 把人好痛啊 这把得出多蓝剑了 这把不能再出皮孩啥的了 再出皮孩啥的打不过他 来个多蓝剑 无伤干我 那他不有盾呢 没事 他不加打野猫的吧 还不允许我躺一把了 真是 旁边打野四级 对面艾克兰两级八个眼 他个腰的他又能干什么 真是 小牌腰的 插个眼 先展个两级抽 他黄了 刚才别提啊 刚才踢了包点容易 抠不留不到他 他就不用交闪 我们如果把他往前踹 他就不用交闪了 一定要记住 他没走 你会为你的不走而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了吧 代价是很大的 他们家的阵容型 优秘配亚索 我在想我下个装备是小冰池还是先出血 鞋 鞋能好一点吧 鞋可以增加一下我的机动性 就是有点脆 稍微有点脆 我们得赶紧上去把线推了 然后这会儿帮助打野 没事问题过大 他在我面前放大招 我的天 这艾克尔有多不怕死啊 他还把异用了吧你还 他还把异用了在这里打野 我的个妈呀 我的亲娘啊 这他都敢 拜拜 拜拜 这艾克尔是宁王 那艾克尔现在四级 我估计他马上五级吧 一会儿包那七级了 主要他前期太亏了 我跟你们说 艾克尔一级学打不了 然后前期打野 打红没打掉 老亏了 这个英雄前期本来就弱 先把他眼排了 我们不用担心打野过来抓我们 因为他一定不可能来 因为他根本他就来不了 他自己打野都费劲 这腰子怎么扣着 A着我这样 好奇怪啊 他是怎么A到我的 英雄普通攻击范围好远啊 红又没了 漂亮 他想不要我吃塔皮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杀的 不能上不能上 这上了给你嘲讽 你那没了 这就 也是没了 我比较奇怪的是 他们家居然拿了条龙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哇 两条龙 这个龙 这龙在前期压到空了 刷你手吧 算了我直接下路帮你们踩了吧 红刷了 哎呦 一闪 我这来 哎呀没有跳弹 这腰子伤害真高啊 这英雄啊 那 这 我 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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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鸟给他吃了,艾克这野狙啥也没有 哎呀,让他打掉了 以为走了,其实没走 往上摇一下,这里可能有点 哎呦,这边薛威有点消钢了 哎呀,要这艾克拿了一个银头 这不让他起来了吗 这样不好啊 我也知道一脚踹不死,但是我就想踹他 我就是想踹他一脚 这样确实很不好 把上路兵线收了吧 你就把上路线收了 哎呦,包那儿没死 哎呦,包那儿没死 这就别跑了,这还跑啥呀 这还跑 你小片猫都展现都没有,还跑哪呀 牙索配猫咪 现在的分队其实还不是那么很厉害啊 我们随便打一打都可以 如果在分队在网上高一那么一点点 那就不能随便打了 随便打 死一把 整场就直接就没 一场就没了 投降了 82加4 1395 一天两把 明天再搞 兄弟们 咱去美孚测试符 来两把新英雄